好 太年轻就偷偿禁果 来看新闻市这名高二女学生 恋上了学长 两个人偷偿禁果 结果怀孕了 男方并不见面 但后来一起上之后呢 男方表达迎娶的意愿 女方家长虽然选择原谅 但认为两个人不成熟 罚这个男生罚超心经一万遍 如果以心经两全文 268字来计算的话 每天如果超写8小时 哇 这一根月下来呢 得花上近两年六个月才超得完 这个罚则恐怕也是蛮严重的